最近可能很多人会说 在网路上看到我非常多的影片 甚至有投放所谓的YouTube的广告之类的 然后要求大家点进去参加 这所谓的LINE的群组或是什么 我必须跟大家说 我没有成立什么LINE的群组 也没有成立什么投资的群组 更没有跟什么投雇合作代会员之类的 请大家千万不要上当 因为我真的没有时间做那些事情 如果有时间 我会在品观点上面跟大家报告 大家好我是黄世聪 欢迎收看本周的聪明理财大小事 那本周呢是在这个虎年的最后一集 那我也在这边呢先预祝大家 兔年行大运 那在兔年的操作能够有更好的这个成绩 那我也希望说大家能够这个 抛去虎年的不顺利或是不愉快 那重新来应对这个兔年的这个行情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 虎年的股市的这个表现 那虎年呢开盘是在17674点 那最后呢是收在 我这是以礼拜一的收盘价 14927点 一共跌了15.5%左右 那外资呢在这个整个虎年度呢 他卖超了1.08兆台币 那融资呢减少了1019亿 那融券增加了16.3万张 所以去年的格局可以说是外资卖 然后这个散户融资减 然后有一些空方的势力起来的一个比较偏向空头的这个格局 那不只是台股是下跌15%左右的这个数字 那台币呢也是从27.82 扁到收盘价是30.26 那这个蝙蝠大概也是8.7%左右的一个数字 那你更不用讲 护国神山呢在虎年的开盘是636 那在礼拜一的收盘是505 一共跌了这个20.5% 可以说是虎年啊 这过去一年来说 是一个表现比较偏差的一个格局 我先给大家看第一张图 第一张图就是我们用划分 一条线划分出来就是虎年的刚开始 一直到整个虎年结束 你看看指数偏下 那另外第二栏的外资也是一直在卖的一个状况 然后这个融资一直不断的在减 那融券一直在往上升 大致是这样的格局 那另外一个包括说像 这个这个整个台积电也是一个 所谓外资一直不断卖超的这个标的 所以你看去年的行情的确是比较偏向一个 震荡一个状况 不过我在这边先跟大家报告好消息 兔年的行情来说的话 我觉得机会会大了非常非常多 在经过了虎年这样的行情之后 当然兔年要再走高的话 我觉得是很有可能的一件事 只是说呢 现在为止还有几件事呢 可能还是静待厘清的一个状况 第一个当然就是所谓的升息的循环 我们看到其实美国呢 在这个紧接下来的这个二月 还有升息的可能性 那三月啊陆陆续续几个月 都有可能会升息 但是呢升息的循环有可能会在上半年 就比较明显的结束 为什么会这样说 我们现在看一下美国这个上礼拜公布的 这个CPI的这个数据 CPI的数据其实呢 以12月份的CPI已经滑落到6.4 那也就是说其实滑落的速度比市场预估 还要更快一点点的一个数字 那我们仔细来看里面的分类 也就是说从这个年成长率来看 你可以看到其实目前为止 让美国的CPI慢慢滑落的速度 有点会变慢的原因是有两个 一个是房屋 另外是交通运输服务 这两个我把它用红线画起来的这两项 大家可以仔细来看 就是11月跟12月的时候 其实在房屋的部分 年增率还增加到8.7 然后在交通服务的部分呢 还增加到14.55 那主要原因当然就是 包括说他们年底 有美国非常多交通的这个往来 所以难免那个交通服务的成本会上升 但是预估到明年之后 这个年底的旺季结束之后 这个部分就会滑落的比较快 目前可能比较难滑落的 或是说僵固性比较强的 应该是在房屋跟房租的这个部分 那这个部分如果在今年 如果更明显的滑落的话 我认为这个CPI数字 下滑的速度会变得比较快 所以一旦下滑的速度 变得比较快之后呢 那么就会让整个升息的循环 可能在上半年会结束 当然啦 目前年底的立场是 今年都不会降息 所以有可能是 今年接下来就维持一个相对的 比较这个高的利息一段时间 那假设如果下半年的 这个整个经济状况不好的时候 或许就会启动降息 所以我觉得其实 上半年结束升息 那下半年会不会降息 这个是打上个问号 所以如果按照这样来推估来说的话 上半年或许还会有一个 相对的这个震荡的机会 那当然到了第二季 第三季开始的时候 我觉得股市应该会有机会反映 整个未来降息的可能性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现在面临到的最大变数 就是在上半年的获利跟业绩呢 可能会探底的一个局面 为什么这样讲 我们先来看一下最近的 台湾的法说会里面的行情 告诉你的一些状况 上个礼拜有个非常重要的法说会 就是台积电的法说会 台积电的法说会 它讲到 当然去年获利创下新高 EPS是39.2 但是它现在估到今年的第一季 它认为第一季的营收呢 是季减 就是相对于去年第四季 季减大概14%左右 那第二季呢 可能也在调整库存 但是呢 它对全年的预估是 它认为 台积电本身的业绩 能然可以成长 表示它对下半年的复苏力 倒是非常看好的 所以台积电业绩是上半年差 下半年好的一个局面 我们讲两个最重要的产品 一个是手机 手机上礼拜四的时候呢 镜头业者大力光 它也开了个法说会 它直接讲得非常明白 这个董事长林恩平就说 手机的需求恶化 你就表示说 这个库存调整的时间呢 恐怕比预估还要更长 更长的一个时间 那你跟朋友讲 除了这个手机之后 我们来看NBPC的大厂 华硕 它在去年12月底 释出那个讯号是说 这个第四季 去年第四季的营运 在探到最谷底 然后呢 今年上半年 恐怕还要继续的调整 韩国三星也在 年底召开一个紧急会议 因为它面临到整个 第一位的行情暗淡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再讲 其实目前为止 整个上半年可能会面临到 第一个 整体经济衰退 还有公司获利衰退 还有业绩获利衰退的一个局面 再来就是说 因为美国 这个今年的 这个明年即将举行选举 那我曾经在节目上讲过一件事 就是美国总统的这个选举 我们用这个所谓的 这个从网路截取下来的一张图 这是 as the cycle turns 这张图 大家可以看到说 其实在 year one year two year three 跟year four里面来说 year three 也就是说 总统大选的第三年 其实你可以看到 第一季第二季第三季 第四季 表现都非常不错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说 在今年是拜登的 就任的第三年 所以我才说 今年从 国际跟国外的这个状况来说 似乎是一个表现比较好 不过还是有一些 比较令人这个担忧的一些画面 或是一些题材 第一个比如说是 中美冲突会不会持续拉高 那持续拉高的时候 当然会让 台湾整体市场面临到一些 地缘政治的压力 那美国会不会更进一步的制裁中国 另外一个就是比较大不确定因素 还有包括说像 中国整体的 目前的这个调整的这个状况 是不是复苏的状况能够恢复 能够如市场的预期 如果恢复的时间比较久 或是调整的时间比较久 那可能也会让全球的经济呢 它复苏的时间会比想象中 更慢一点点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们在讲完了 机会跟风险之外来说 我们来看看几个 未来我们兔年要 这个投资要掌握的这个地方 我们杜金龙大师 他的统计数字 他的统计里面来说的话 有十二生肖的统计 那十二生肖统计里面 涨最多的就是 就刚好就是兔年 他涨了92.5%左右的一个数字 那如果就产业面来讲的话 我觉得有几个产业 大家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第一个最近大家可能讨论最多的就是 特斯拉伊隆马斯克大降价 因为他在美国降价幅度非常非常高 甚至搭配了整个 这个所谓的美国的抗通膜法案的补税 他一共可以一台车可以最多降到两万美金 两万美金折合新台币是60万 那这几天有网络大家在讲说 白白都妈都歪 为什么台湾的价格比中国价格贵那么多 那为什么特斯拉要降价 因为今年呢 这个整个电动车的市占率 会跨过一个叫做15%的门槛 就是他占整个车的市场到15% 那么在超过15%之后 过去的统计数字是这样子的 譬如说在 整个过去传统手机 跟智慧型手机的争夺站里面 智慧型手机跨过了15%的门槛之后 他成长的速度就会非常快 因为他达到了一个厂商生产的经济规模 再加上说 变成了厂商一定要争夺的必争之地 所以成长速度会很快 那因此今年也就是会超过15% 那成长的速度会更快的时候 你看各家厂商啦 Volkswagen啦 或是说宾市啦 BMW各个家都在全部来抢工电动车 连这个所谓法拉利 也可能要退出这个电动车等等 所以好 现在等于导致呢 他必须要降价来应对 那电动车产业呢 就会因为这样更加蓬勃的爆发 所以我觉得跟电动车相关的 包括电动装 还有电动车的零组件 我觉得今年其实是一个 非常值得一看的一个状况 第二个这个重点是 我们看到美国跟日本 在前几天的一个 这个两国的会议里面 他们达成了要一致的 就是说要联盟一致 然后对中国可能要进行一个围堵 那日本也拉了英国 那不用讲美国又拉了澳洲等等周边国家 那所以呢 我觉得全世界会进入一个所谓的军火竞赛 所以我觉得军火的一个投资可能会增加非常多的一个状况 另外就是因为虽然说我们2024年要改选 那改选总统呢 入死谁手大家还不知道 不过我们2025的这个飞和家园的这个目标呢 还是要执行的话 那么2025的飞和家园的最后的冲刺阶段 这个不论是在太阳能 或是在风力发电的部分 我觉得都是值得留意跟观察 就是替代能源的这个部分 另外就是台电呢 在这个今年开始会启动5000多亿的这个投资 那这个投资里面来说 当然就是让我们的电网的这个韧性会增加 它让我们的电力的这个稳定性会增加 那个大许的投资的部分呢 我们也觉得可以期待 另外当然就是半导体从谷底翻升的时机 我刚才跟大家讲过 今年影响半导体的两大因素 第一个就是库存调整的阶段 到底是在第一季就结束 还是第二季结束 还是比想象中更久 这个可能是影响的第一个大变数 那第二个大变数就是 美国对于中国半导体的封锁 到底封到什么样的程度 假设它是从原本的先进制程 扩展到部分的成熟制程 那么全世界的半导体的展望 或许会翻升的机会 或许会比预估的时间要更早 所以大家可以注意这两个时间点 跟这两个时机 好那如果以这样子的 我们看好了几个产业 我们来稍微看一下 兔年目前为止呢 挑出一些可能值得大家留意跟观察的部分 那第一个当然就是中芯店 那当然就是主要原因是因为它的 整个目前为止的电力 还有这个整个电网的韧性的这个部分 然后再来就是助容 助容是做这个军工产业 那当然是台积电 2330的台积电 台积电来说的话 我觉得450块 450块到480块 绝对可以长期的投资 再来就是跟台积电相关的 IP公司创意 那我觉得它在未来的 先进制程里面值得期待 再来就是3711的日月光 大家可能很久没有看到这档股票 但是如果中国一旦 这个停止补贴 停止大基金的投资的时候 其实风测遭受到中国的这个所谓竞争压力 有会变得比较轻 再来是2308的台达电 它是主要做这个电动装的部分 那2327的国具 大家留意到最近的被动元件的似乎是 慢慢的从谷底往上翻身 但被动元件它本身也是一个景气循环股 它上一波的这个景气循环的高点 已经在201516年的这个时间点 会不会重新再来值得观察 再来是2404的汉塘 它主要是做这个无城市 那当然就是跟着台积电 往海外去发展的这个部分 另外就是隆德6753 它主要是做这个水下的舰艇 还有包括说像我们的陀江舰 那预计呢 它目前还是新贵公司 它预计在今年第一季呢 会有上市的机会 那上市之后 我觉得它应该会变成是 军工产业的第一号的指标 另外就是重达KY4977 那主要做的是一些网通的产品 那今年网通呢 我觉得也值得留意 因为过去网通呢 在整个这个 这个晶片缺货的状况之下 出货不是很顺利 但是现在晶片的这个出货状况 已经恢复正常 所以这些所谓的 这个下游的公司呢 我觉得就有机会受费到 晶片补足了之后 它整个业绩就会往上翻扬的一个状况 那以上就是兔年看好的产业 跟看好的个股那供大家分享 那在这边呢也先预祝大家呢 就是这个今年兔年行大运 那兔钞票兔个不停 那最后来我跟大家提醒一点 最近可能很多人会说 在网路上看到我非常多的影片 甚至有投放所谓的YouTube的广告之类的 然后要求大家点进去参加 这所谓的LINE的群组或是什么 我必须跟大家说 我没有成立什么LINE的群组 也没有成立什么投资的群组 更没有跟什么投雇合作 代会员之类的 请大家千万不要上当 因为我真的没有时间做那些事情啦 如果有时间 我会在品观点上面跟大家报告 那这个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 那就祝大家新年快乐 请不吝点赞 订阅